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人受虐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中国父母为了儿女 愿意付出一切 但这样溺爱出来的儿女 可能变得自私 是父母把一切都留给儿女 是天经地义 然而 儿女却不思图报 有些加拿大的年轻人 认为父母由政府安养 不需自己操心 对父母缺乏回报的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听到一对朋友的对话 感觉真是一个悲剧 新月 你好 听说你这房子过后给儿子 现在又要自己租房子住 温德华封房子 现在一个月就要几百块钱 你怎么负担得起呀 早就跟你说 不要那么快 就把房子过户给你儿子 你看 你现在怎么办 David 你好 是的 我正为难的 当时他说 早点过户 不要等到我过世再过户 那是要交一大笔遗产税的 遗产的安援 并不那么简单 难道他说什么 你都信吗 哎 怎么说他都是我的亲生儿子吗 我怎么知道 刚给他过完户 他转身就把这栋房子卖掉了呢 那他搬信房子了 有没有留意间房间给你住 哪有啊 他说以前住house 还是可以的 现在住的townhouse 房子那么小 哪有我的房间 他都不够住 我也知道 他最近生意上出了问题 他把这栋house 换成townhouse 无非就是想省点钱出来 周转一下 很难他老早就打这栋房子的主意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上当啊 哎 难道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帮 看着他那么为难 而不出手相捉 那现在他有没有把你当亲妈 我真没有想到 他们那么没有亲情 亲妈都不管 现在世界不同啊 以前说老年老老 现在没那么回事了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 自己的儿子本来都应该帮着他 但你要知道 首先要保证自己以后老年的生活呀 儿子要帮 但要量力而行 不要下一次他叫你一生妈认得错 你又心软 又把自己的棺材本给他骗了 不要再说了 我的棺材本早就给他拿走了 不许带了 中国传统美德敬老爱幼 老年人帮助儿女 真的是要量力而行 要在保障自己的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去尽力帮助 不要随意把自己的老本倾囊而出 碰上不肖子女 对你的生活不负责任 您的晚静会很凄凉 在众多华人的生活传统中 有一种家丑不外传的说法 移民到加拿大的常哲 对这种文化忌讳应该抱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来到异国他乡的长者 人生路不熟 语言难沟通 另一些华人长者 明知自己的子女在侵犯自己的权益 仍然采取人生吞气的做法 虽是求得了西式宁人的表面和谐 家丑是暂时掩藏了 但代价却是让长者的生计受影响 尊严受侵犯 这值得吗 不好意思啊 刚才你帮我刷卡付的钱 我想我要持几天才能还给你的 没关系啊 你那卡呀 经常出问题取不出钱来 你可以去银行去咨询一下啊 不行就换一张卡吧 哦 不用 是我自己糊涂 忘了看看卡里还有多少钱了 你每个月的养老金 政府都会自动转账到你的账户啊 是的 只是 只是什么 你有事就跟我说说呗 哦 没事没事 你呀 你不说我也拿你没办法 我知道呢 有一位老人家 最近啊 他发现自己账户里的关切本钱都让人给提光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啊 不会吧 难道你就是那个老人家 我肯定不是了 不过 也差不了多远了 啊 那就是说 你账户里的钱 真的是让别人给提走了 要不然的话你的卡为什么取不出钱了呀 还是让银行帮忙给查查或者是报警吧 哦 不要 不要把事情闹大 那就是真有这事啊 我看你平时啊拼命的节俭 政府发给你的养老金肯定是够用的呀 没有理由用光光啊 哎 总之 咋说都是一家人嘛 哦 原来不是外人提走你账户上的钱啊 我估计是我的女儿 她之前曾在我俩联名的账户里取钱 也是没有告诉我的 那你就随着她 哎 要不然又能咋办呢 我想她应该是临时资金周转不过来吧 你不觉得有点不妥吗 她就把你当作一部自动提款机了 一有需要啊 就下手提款 要是我 早早就取消这联名账户了 现在都太迟了 她把账户密码都改了 那你可以换一家银行啊 用你的私人资料 你重新申请一张卡 这新卡的密码 别再告诉她不就行了 那 万一我有什么不测 这新账户里的钱取不出来可咋办呢 当初联名就是为了方便 哎 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 你女儿会越来越贪婪的 到时候啊 连你平常喝茶的钱都取光了 看你咋办 那我也得顾我女儿的面子啊 她还是要上班见人的 让人家知道她这样啃老 她会很没面子的 哎 你就是让这家丑不外扬的旧观念啊 拖累着 但也不是每次都刚好有我 或者老友在旁边帮你解围 要是下次你自己消费后没钱付款了 那不只是你没面子 你女儿就更没面子了 我怎么都没想到 她这次会这么过分 一分钱都没留 她这次啊把钱取光不告诉你 下个月她还会再清卡的呀 你啊 不要再忍了 今晚你就和她说清楚吧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社工 你不用担心 这些社工啊 他们都有职业操守 会帮你保密的 不会随便跟别人说三道四的 哎 一家人好好的 我始终都要和她同住的 不会一毛钱 也跟家里人都算清楚吧 总之啊 你一天不解决这问题 这家丑是迟早会外传的 不要让这家丑不外扬的这个旧观念啊 把你给束缚住了 还是先和你女儿当面谈谈嘛 好吧 今晚我就和她当面说清楚 我也不想这么憋憋屈屈的活着 每次消费时 都心里慌慌的 怕没钱付账 搞得自己一万年生活过得那么 的不如意 那么的没尊严 长者要小心管理好自己的个人财物 因为很多欺骗 往往是来自身边那些自己信任的人 一旦不懂得如何应付 可向外求助 加拿大的各社区 有资源帮助有需要的长者 不分足异 可以帮助你保障自己生计不受影响 并活得有尊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